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国立台湾文学馆的长品故事转化行销计划 他也是共同主持人 而且他也担任过这个永和社区大学台湾文学课程的讲师 据说他的学术兴趣就是台湾文学的本土论文学史 还有本土语言跟文学博物馆 那我们非常开心 开心地邀请到清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我们先请清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好吗 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前卫出版社的主编 郑清红 是 诶 清红我想一开始 我都一开始都很喜欢问这一题 就是如果说今天要以郑清红为名字 来开一个书单 这是郑清红的书单 那你可以把这个书单当成 这个是郑清红的主持人成分 或者说这是这些书 就是你很想要推荐给那个听众朋友的书 那这个书单当中会有哪些书呢 我们在出版业对开书单这件事情 是又爱又恨的 对 爱的就是你这个书单可以让很多人知道 你想要推荐的出版品 可是它其实有很多局限 所以我会跟大家分享的是说 当前红这人 我这人 那在我从以前到现在 回顾起来可能有几本书 对我意义比较重大 那第一本我会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赖和的圈集 赖和大家都知道的是 应该现在是大家都知道 如果20年前可能大家不见得都知道 对 赖和就是我们台湾非常重要的 日本时代的作家 那他是有一个台湾新文学之父 这样遵从的一个称号 那他在文学史上非常的重要 而且他对我主要的影响是 我在高中的时候 这可能会跟等一下问的问题有点关系 就是反正我就是读到了赖和的文学作品 那我其实对他的文学语言 跟他的作品里面写的这些内容 就是日本时代被殖民压迫的 台湾人的生活境况 有蛮多的感触跟想法 而且他最让我感兴趣的是 奇怪 以前的人有没有说话 所以他的文章非常有趣 是当时的中国的北京话书灭语 然后加一点点台语 那可能又有一点点日文的感觉 所以你就会觉得说我们看国文课本不就是 你要么就是白话文 你可以拿起来读 或者是你文言文 你文言文硬要读也读得出来 但你就不会遇到这种 我不知道要怎么去念这一篇文章的感觉 对所以他就变成是我踏入了台湾文学研究 跟台语文的可能跟后面出版的一些相关的工作 它是一个很重要的起点 所以其实如果讲你的台湾 我觉得就是在台湾人可能都会有一个台湾意识觉醒那个刹那 所以对于你来说就是读奈何的那本书的时候 对在一个非常枯燥的国文课上面突然就觉醒了 然后我觉得我可以再推荐两本 第二本我觉得说有了一个本土的视角之后 也许大家心目中都会有一本世界文学经典 那我自己在前述出版社这几年其实也都在做世界经典的台语的翻译出版的工作 那在2020年的时候我们是出版了台语版的小王子 那今年是出版了台语版的傲慢与偏见 但是对我来说 其实我都是在编了这两本书 我才看了这两本世界经典 那我自己从小到大 后来回想起来有一本我特别喜欢的世界经典 也讲做十五少年漂流记 十五少年漂流记就是十五个高兴小孩 然后就不小心漂去那个荒岛上面 同心协力的度过了一年 那我觉得这本经典其实是 国外的文学跟文化的风情 跟台湾是非常不一样的 你要想他大概就是八岁到十五岁这些青少年们 然后他们就是这样被不小心上了船 然后就被船就漂去荒岛上面了 这件事情在台湾或传统的这种东方的这个社会里面 比较不会发生 因为我们都会觉得 小孩做很多事情都很危险 对我们没有机会尝试这种冒险 所以这本世界文学经典其实后来想想在我不管是我自己的心态养成 然后跟做一些事情的想法跟思维上面其实是有影响的 对对对 好那最后再偷撒一本 就是我自己在念研究所的时候 有读到了那个法国的哲学家 那个Michelle Foucault 富科 他有一本《归训与惩罚》 他这本书非常有趣 他是在讲说到底权力是什么一回事 然后《归训》国家的归训国家的力量 然后他当时是怎么样作用在犯人的身上 国家在展颜他的权力 到底权力是什么 那那个时候我们都读文学了嘛 对 文学读到最后 你就突然摸到社会学的东西 哲学的东西就觉得 哇完全是不一样的世界 而且哲学家或社会学家他们的思维 对社会的想象其实帮助我回头去了解 文学怎么去生产 文学描写里面的内容 他是怎么一回事 可能对我们自己本身的社会文化跟历史背景 可以会有更多的了解 对 你有没有觉得开始 就是当我们在 一开始只是单纯的文艺爱好者 在接触到所谓社会学的东西的时候 突然就有一个 就是聊了去 不同的视野 就是突然有一点清醒的感觉 原来这些文学是这样被书写出来的 或者这样书写的背后 其实它有代表的意义是什么 真的真的 对啊 我觉得那是还蛮有趣的一件事情 其实这一题是我自己非常爱问的一题 因为我到每个人家里都喜欢去透过看他的书架上 没有哪些书 书架是一个蛮私密的空间 对对对对 因为我觉得他会透露了这个人的喜好 是一个什么柱子没错 书架后面搞不好还有藏东西 不想让你看到 没错 书架后面通常藏都很精彩 对对对 那你那你 所以你是从高中时候就开始接触这个文学吗 对因为其实从小时候就是喜欢看东看西 就是在阅读养成的过程当中 其实大量的还是会透过这些文学故事 然后反而我自己对那种自然科普的东西是距离会比较远的 对那到国高中就是在整个求学历程当中 就是会比较偏文族的发展 那当然自然而然就会对于文学文化类 然后其实历史类的东西没有那么早启蒙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 我自己回想我的求学过程会觉得 我以前的历史地理根本一团糟 而且我们当时又是那种爱打中古术的名字 对啊没有关系没有关系 就是觉得中国历史中国地理离我很遥远 然后自己喜欢的台湾 而自己应该要有兴趣 有一些知识的这些台湾本土的内容 其实反而在我那个阶段 我是青年级76年次 对我们那个时候其实都还没有读的那么多 所以后来就是读了蛮多文学的东西 然后到高中就是前面讲的那个瞬间的启蒙 对我来说就是因为其实我就是个外省人 所以当然我们也会注意到那个父辈们的那些伤痛记忆 可对我来说父辈的我会有兴趣的可能是什么黄河大改道 他们逃难到河南是一个那时候是个人吃人的 真的是人吃人的世界了 那个惨痛的事 那其实我真的是不知不觉 我也是到了到了静怡念了所谓的中文系 但我们那时候的中文系其实是台湾系 只是教育部不准我们改名而已 我才发觉到说其实我们对于台湾这件事情 台湾的历史好像真的完全不了解 那对于我来说是重新去接受 重新再审视一下我也是个台湾人这个身份 我觉得这个每个人 我相信每个人台湾人都会有一个很类似的moment 我觉得这是还蛮有趣的 对对对对 尤其是我们在我们接受到那个很大量的 那个大中国的那些历史地理的灌输之后 你要清醒过来有时候还是那不是那么容易 应该是说这些知识其实某种程度还是有趣的 对可是当当你要考试或者是说 它是一个离你生活很远的东西的时候 你就不知道要怎么去亲近这些知识 对对那讲到这边我就想要再问 再多问一题 因为现在很多人我觉得我有很多的朋友也都有这样的好奇 就是因为你从大学到硕士都是念台文 尤其是大学还是更我觉得更精准的 更浓缩的叫台语文 对对对对 我知道那个系全部都在 他们书写的是台语文字 然后也都是讲台语的 对啊那台湾系到底都在念什么 台文系其实因为我那个时候是在选那个大学知语文的时候 其实一开始没有把台文系当成我的第一知语文 就是那个时候要做文学研究传统还是会去做文系 对对那只是说后面填知语文填到最后会发现 我其实也没这么厚了 对对对就是那个时候觉得说自己的能力 还有加上一点是我后来想到的是 我如果要做像赖和那样子的文学研究 对如果你台语没有先捡回来 你其实没有办法做东西 会很难 对就是说你要去看这些文学作品里面 他都为啥台语 那为什么要写台语 你如果不去对于当时的社会环境有一些了解 对于当时的语言文化状况有一些了解的话 你是没有办法去理解这个文本的时代意义的 对那后来我就觉得说 不行我如果是爱做台语文填研究 我自己就爱把譬如说台语学回来 对啊我们小时候也是阿嬷带大的 所以其实台语就是你越长大 然后读书从国中到高中 就是离家越远能力越差 对所以我就觉得说 如果没有这些就是 跟一个台语文学习 那个时候是台语文学系 对我就觉得说 也许我应该要去把自己 就是在母语 台语的这个能力至少先捡回来再说 所以后来我就去了这个宗教大的台语文学系 那个时候是第二届或是第二届的学生 那第二届的这个情况 其实就很多东西才刚要新的新发展出来 那甚至对当时的台湾社会 其实台湾文学在干嘛 还是一个很陌生的概念 大家会问 你到台语要做啥 你到台语要做啥 但是不会去质疑说 你念中文系国文系要干嘛 一样啊 都是一样 念他们要干嘛 相对来说 比如说我中文系念完 我可能就去当国文老师 对或者是一些那种 行政职的工作等等的 对可是台湾系就是 好像会特别被问 所以我其实去念台湾系 我也是想要去了解 看看说到底是在干嘛 对尽管我对于这个系 所以有这个新出现的这个学科 有一些自己的想象了 但我还是想说 就去看看吧 去看看 那其实我们在大学的历念 内容蛮多元的 就是说语言民俗文化 然后历史等等的 对那再加上就是 刚刚主持人也有提到说 选科都用台语 对完全都用台语选科 你若是在办公室 会主任听着你说话 你还要放花十块 就是我们台语系 历久不衰的传统 现在应该 我不晓得还有没有啦 还是芳耀前主任吗 不是不是不是 那个时候是创系主任 宏维仁主任 是是是 对对对对 就一个蛮 我觉得蛮有趣的经验 而且让你体会到说 你老板的老婆去台 他那时候在学校 说台语方法 是什么感觉 对就是你熟悉的语言 不能用了 对 然后你被罚钱 其实是一件 很屈辱的事情 对 它其实就会影响到 你在讲自己母语的心态 跟你日常的表现 是 对 而且我觉得 要把这个语言 找回来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因为我觉得 其实某个程度 你使用不同的语言 他其实 你在讲什么话的时候 其实你脑袋是用那种语言去思考的 你有没有那种语言思考能力 其实有这种思考能力 他也承载了那种语言的文化 还有他的一些历史 或是他的一些性格 因为每个语言的性格 其实也都不太一样 没错 而且我觉得讲母语这件事情 其实外省族群也是受害者 对就是外省人自己都没有 没有办法把自己的母语传下来 对 然后大家就去学标准的这个国语 这样子 对 所以我觉得讲国语这件事情 其实是 那个这个议题 其实是不太分族群的 是是是没错 可是那个 你刚才也听到说 你为什么要去念那台文系 可是我觉得可能很多人更想问 更实际的那一题 那毕业之后台文系的实践场域 到底应该在哪里呢 这个其实我也是且战且走 对 因为念大学的时候 你没有想太多 然后我大学的时候 其实台中教育大学 它本身就是一个专门培育老师 把它称赞就是诗院 所以当时你 我在进入台语系的时候 它本身其实有办诗培的设计 就是它是有课程 可以让你去为未来教育现场 需要本土语文老师 这件事情做准备 对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课也修蛮多 然后也有修这个教育学分等等的 对对对 那毕业了之后 我会觉得说 好像在台湾文学相关知识上面 我还可以再更精进一点 所以就去念 来到台北念研究所 对 那研究所越念越觉得 那个焦虑就浮现了 就是说你要毕业了 然后你一直在写论文 写论文这件事情非常地痛苦 好像就只有你爸妈不知道你在干嘛 然后你朋友除非跟你有同样研究兴趣的人 也不知道你在干嘛 那可能指导老师搞不好也未必知道你在干嘛 写论文是一个非常孤独的跟自己 然后跟你的前行的研究者对话的过程 对那你越写你年纪也越增长 就你会发现到你要进入社会职场的那个压力 开始越来越明确 对所以我自己也会觉得说 如果我要学以致用的话 我有哪里可以去 所以前面一开始主持人介绍我的时候 是有提到说我在社区大学上 就是有上过台湾文学的课 对 他其实是这种焦虑的展现 就是说我今天是真的要去外面 说台湾文是什么 那我要接触的是什么样的社会大众 然后在社区大学里面 其实都是五六十岁 甚至更年长的大哥大姐 他们不像我们对于这些文学知识 有一定基础的认识 你不可能去那边跟人家讲说什么 后殖民是什么 后现代是什么 很精神的学术 这些研究的名词 你不可能在那边讲 所以必须要回到大家的生活经验去 告诉大家 台湾文学是什么 然后台湾的历史是怎样 甚至我那个时候是在中永和尚课 我们其实是从大家日常生活周遭的 这个议题开始讨论起 而且中永和尚是最大族群是外省人的 对没错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是 你先认识你的环境 然后在这个环境里面知道 你的生活方式 然后透过这个方式去理解 跟你的生活周遭相关的文学作品 或书写 透过这个方式让大家知道说 生活是什么 文化是什么 文学是什么 是一步一步这样子去练习 怎么跟大家讲 我自己接受到的台湾文学的训练 跟他这个学科的内涵 是没错 我觉得这一路的过程也都还蛮有趣的 而且在这些 我觉得就重新再去学习 找回母语这个过程当中 因为之前我们也访问过 那个课家话刘慧珍 那我觉得至少对于台语这件事来说 相对于课语 或是我们更多的原住民的这些母语来说 已经是相对的容易一些了 但是还是有很多很难的部分 不过到底要怎么样难呢 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 稍后再回到我们节目当中 继续请青红来聊聊 欢迎回到宝岛新故乡的节目当中 我是Amos 那我们今天邀请到节目中来宾呢 是前位出版社的主编郑青红 那我比较好奇 就是你刚才说已经准备要毕业了 开始有焦虑了 然后那接触出版工作 就是你焦虑之后的结果吗 其实是个因缘忌讳 就那个时候要毕业之前 论文大概剩一半的时候 那我有一个学妹刚好在出版社这边part time 对当时刚好有一位主编要回家乡种田 真的是告老还乡 所以就刚好有一个编辑的缺在那里 那那个时候我就跟前位出版社的副社长 就是社长的二公子 就有跟他碰个面聊一下说 有没有兴趣加入出版社 对那他对我有兴趣的地方是在于说 我自己是台湾文学系所出身的 那台湾文学系所对于前位出版社的出版品 是有相当高的亲近度 比如说从以前出版的这个台湾文学作家全集 对还有就是后面有很多关于文学文化历史的这些出版品 理论上是台湾文系所跟前位出版社中间 也渊源是要很深的 对那他那个时候其实就在讨论说 那前位出版社他下一个 下一个这个不管是出版计划也好 或者说品牌未来的发展也好 对可能副社长想要听听 我这个台湾文学系所毕业生的意见跟想法 对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其实就有聊了很多 蛮有趣的事情 对那在这个机缘之下 我就觉得说他毕竟在出版社也是 也是一个相关的学义自用 对对然后我当时其实没有考虑太多 就是说我就是有机会就去看看 因为后来我有学面 他其实也是在那个立法院当助理 对那他们可能会在文化文学政策上面 教育政策上面 说不定也会有把台湾文学这个议题 放进去的空间 就对我来说工作本身形式或内容 如果有机会可以跟台湾文学产生连结的话 也许都是可以尝试的选项 所以我并没有预设说 我一定要干嘛一定要干嘛 反正就觉得就是试试看嘛 对然后后来就考虑了之后 那前位出版社的副社长 他也跟我讲说 其实出版业是可以跟非常多不同的领域 接触的一个蛮特殊的产业 因为他要跨越领域 然后可能你在作者的这个接触上面 其实你会遇到很多形形色色的人 所以他就认识会说 快递就可以吃看看嘛 也不吃亏 对对然后就到现在已经要 我出版经历已经要10年了 这样子对在出版社待了蛮久的时间 是因为其实每次只要我们讲到 想要找到一本跟台湾有关的书的话 前卫出版社绝对是 首先会浮出来的出版社之一 我们要不要去前卫出版的书找一找 看看有没有类似的重书这样子 不过我记得我在 就是我还在解研之前在那边买书的时候 其实前卫有些书 读起来其实对于当时的环境来说是很刺激的 就黑暗美 对对对对 那这个东西也会牵涉到后来就是 第一个是 因为我后来在中央数据工作的时候 开始接触到刚好是台语办小王子出版那个时候 对我就觉得这个好可爱好可爱的那个台语读本 为什么然后突然想到说 以前以前为什么我们在讲到台语啊 或是那个台湾文化的时候 总要用那么硬那么尖色的方式去推他 那我觉得台语小王子就是一个很好的实验这样 那不过我们话说回来 你要不要先跟我们了解一下 先跟我们介绍一下 前卫出版社当初是在什么样的那个背景下成立的呢 好前卫出版社刚过40年的生日 对那个前卫出版社的社长是林文青先生 那他在1982年的时候成立了前卫出版社 那他之前其实是在三名书局工作 对对那他当时是中国文化大学毕业之后 就到了三名区历练 那传统来说就是说你做三当就差不多要出塞了 而且其实林文青先生他本身就是蛮反骨的啦 就是说他们那个云林人出生 据说那个地方那个区域其实就是有这个传统在 就是对于这种以前的戒严统治啊 然后对于台湾义士的感受是比较深刻的 所以他其实在三名书局工作的时候 就很希望去出版一些台湾作家的东西 本土作家的东西 但是当时这些东西其实都还是经济 对就你还是要有一些风险 才能够去完成这些出版计划 所以后来林文青先生他就决定自己自立门户 然后就自己出来做了前卫出版社 那他是以这个以这个台湾的本土意识 作为一个很重要的出版精神跟方向 那在这40年的时间其实大家也都知道说 前卫出版社在台湾本土文学文化语言历史 等等相关出版品 其实都有非常多的累积 那事实上在整个出版历史上面 也造成了几次话题 比如说那个台湾论漫画 对刚出版的时候 因为他就是比较日本的观点嘛 就引起了蛮多不同立场的人 然后来有一些很激烈的反应 甚至是烧书的也有 然后来出版社有很大动作的也是有 对然后后来像是 台湾作家全集者出版本身 也是一件很有指标性的事情 因为他总共五十几册 应该就是我们念台湾文学系 所有学生必读的 然后还有像那个被出版的台湾 George Kerr的著作 在解研前后那个时候 其实有蛮多的出版品 可能都是从美国那边出版 然后辗转再回到台湾 那前卫在这段历史上面扮演的角色 就是说我把各方相关的台湾的这些 史料也好 本土文学作品也好 把它收集起来 变成是一个有阵地 有系统的东西 对所以前卫也是以这样子的形象 被社会大众跟我们的读者所认识 一直到现在 对对对 但那个就是一个时代的 时代的脉络下面的产物 所以刚刚就是前面有提到 台语版的小汉子出版的时候 其实很多人就是会眼睛一亮 是没错 对而且以前前卫在做台语书的时候 就是会有一种风格在 对那那个风格 你其实你要说八九零年代的风格也好 或者是说可能不同世代 对于台湾文化的想象或诠释也好 对我觉得那个都是本土出版 在最近这几年 尤其是一个非常大的新的变化跟转折 对那其实讲这个 我就不有想到 因为其实我们觉得台语的出版品 最难的一件事情 是我到底要用什么样的文字方式 就台湾文化的方式去跟读者见面 对因为现在光这件事 好像也还没有出现一个统一的定论 是吗 对对现在就是教育部 他其实有颁定一个他推荐的 就是罗马字的书写方案 然后也有推荐一批常用的汉字 所以如果读者或写作者想要参考 就是一个标准的话 其实目前教育部是有这样一套标准在 可是因为台湾的例子其实非常的复杂 就是说台语书写本身 他其实有罗马字的传统 他也有汉字的传统 对那从以前到现在 其实我们都没有国家的力量 在支持这件事情 所以会变成是很多很担心台语传承的这些学者 或民间的文化工作者也好 大家都会尽自己的力量去贡献一些什么 所以就会变成是方案很多 资源也会很多 那就是相对来说 他现在是进入一个整合的阶段 因为其实在以前 大家各做各的 你可能还没有什么感觉 可是现在会变成是这种需求越来越多 那你如果没有标准的话的话 很多事情是没有办法做 所以现在其实 当然原则上 身为出版社或编辑 我们并不会去要求我们的作者 或要求大家 一定都要用教育部的这个方案 因为教育部本身 他也是推荐你 建议你 可以用这个方案去写作或出版 但他没有强制性 对所以会变成是 这个东西它有一点像是 我们不要跟以前的国语一样 国语就是一个非常人工的东西 对它就是 我们现在讲的是国语 它就是北京话 然后以前就是透过这个委员会 一人一票投票投出来的语音 对那台语本身 它有民间的历史 有民间的活力 所以我们会希望说 一个语言 它如果理想的状况应该是说 你用的时间越来越矩短 那你慢慢就会形成这个共识 它会有共识 那我们就希望是可以在一个 大家弹性一起来做实验书写 然后作者跟读者对话 作者跟媒体对话 然后大家在这个 这个这个环境当中 慢慢的让台语变成是一个 越来越标准化 或越来越有共识的 共识的东西 对对对 现在是朝这个方向在努力 对的确 就是因为 其实本来我们在学语言学色 就知道语言版就是一个 约定俗成的东西 是 它本来就不应该透过什么 政治力量 当然我们从那个什么 秦死亡 车通文书通轨 就开始已经 整个整个中国的 中国的那个传统 已经会这样搞 可是其实 但很多的语言 它会用自己的方式 一直一直保存下来 或存活下来 这样子 是 比如说我们 我们常常会讲说 那个香港的粤语 他们自己有自己的文字 中文字 对对 他们也是用汉字去表现 然后就会有就是 粤语自己的汉字 对 但这个东西应该是 就是一个很强大的 一个民间的共识 然后让这个东西 变成是大家都能够 接受的书写的工具 对 那台语 台语就是因为它 东西真的太多 然后很多人参与在里面 教会 教会罗马字啊 然后后来因应 那个就是数位化的时代 然后又有陀鲁巴 然后现在又是 教育部又出来 整合了大家的意见 又有一个新的东西 然后汉字就更不用讲了 从以前到现在那种 南管 南管的细文啊 对 然后又有很多民间俗用法 就是借字的这个书写方式 我可能不知道这个汉字的 这个实际的写法是怎样 但我借一个声音接近的字来表现 对 这个其实都是台湾过去 没有国家知识 你没有办法做标准化的工作 产生了民间自立救济的结果 对 那到现在其实又有那种民间 我们说台语火新闻 很慢的来机啊 这种 你要说他错吗 某种程度其实也是 大家就是 他直接音译啊 对 他直接音译 他拿华语的字 做英文来凑 好 有些人会觉得这样好像 就是你其实会让台语的书写 就是越来越以 复杂 他其实是以华语为中心的发音 去表现台语的 他可能会让台语有些发音不见 对 没错没错没错 对对对 那这的确是个问题 没错 但是 你玩一个角度去想 人就是没想过 他们没有受过正式的台语文教育 甚至台湾现在60%的人 都没有受过这个正式的教育 但是大家想要写啊 我想要写 可是我不知道该用什么样 正确的工具去书写 所以就会有这种火新闻出现 对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 有趣值得探讨的现象 那也表示说 其实台语在大家的心里 在台湾社会的使用频率 跟他扩散的这个空间 其实是还是占有一定的比例的 对对对对 不过我自己 我自己比较支持的 还真的是以这个 以中文书写的这个部分 因为我当然知道教会有罗马字系统 而且曾经我们还出现过新港文书 什么之类的 对对对没错 但是如果说都用罗马字的话 对于一般来说 没有认真去学台语的人来说 真的会有解读上很大的痛苦跟困难 会比较辛苦一点 对对对 但是我觉得罗马字还是学台语 一个蛮重要的工具 因为音标的关系吗 音标或是有些字 你其实也写不出来 比如说我们在以前教会官播上面 曾经有一篇报道说 大家跟妈祖出去 要过后期的时候 要过河的时候 就有妈祖神像掉下来 妈祖神像掉下来 有个众生词 起立口罗 起立口罗要怎么说 我们就常常在讨论 罗马字的必要性 或他对于学习台语的帮助的时候 我们就会发现说 其实你就算是你要全部都以汉字为主好了 可是罗马字其实某种程度 他去补足汉字不足的地方 对所以他现在就形成了一个 汉字跟罗马字混在一起的书写状态 这是现在台文书写的主流 对某个程度 我就是像台中在出版 我朋友他们在出版 二期部队的那个漫画的时候 他就把我当成一个测试品 对对对对 你看得懂吗 看得懂多少这样子 但我觉得 但某个程度也必须说 我看得懂的那个 二期部队好了 或者很多台语的出版品 其实是因为中文功底的关系 是是是 现在还是这样子 对因为有很多的 因为比如说传统 虽然现在文字是这个样子 可是以前他们的发音 可能真的不是这样子 他其实我们读唐诗诵诗 你就知道他跟和洛话是比较接近的 对啊 而且那我对我自己来说 就是我觉得已经 我的舌头已经被台语 那个就是这普通话的四声给僵化 台语有八声 我觉得很多那种优维的东西 我就是发不出来 这是个门槛的确是个门槛 它是一个好大的门槛 对 所以像我们做台语小王子 其实也有一个试验 就是说如果是这样子的表现型 是我们的读者可以接受吗 好那如果他可以接受 事实上他的销售成绩 也给我们一点信心 就是台语的出版品 可以印到一万本 对对对 那这个其实是在以前的 台语文的出版品里面 你根本没有办法想象的事情 是是是 对对对 而且就是那个台语版的小王子 第一个他印刷也很精美 而且我觉得他刚好他去打中了一个地方 我觉得他做的最对的一件事情 就是他让很多想要教 让教小孩子台语的父母 有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读本 是 对一个绘本书 我们最近其实也有想要开发 更多的台语的绘本 对那现在比较缺的其实是桥梁书 就是说可能青少年阶段 国小阶段 他们可能需要比较多文字的这种台语书 可是那个难度你会很难拿捏 对而且后来我们也想一想 台语小王子 小王子这个故事本身有那么 也其实也没有 其实也没有 因为他其实有很多蛮深厚的东西 只是因为他小王子本身这个故事设定 就是蛮可爱的 然后他有很多富有哲利的对话 然后短短的 那可能就觉得难度比较低 但后来我觉得未必 小王子还是有蛮多很深层的东西 没错没错 对 但我们也会期待说 看到那个就台语文的发展 就是他能够与时俱进 能够会 就是我觉得有人在做出版 或有人在做推广运动的时候 就觉得我做的这件事很好 你们就应该来看我这件事情 可是我觉得你们在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你已经先 先设好诱饵了 然后让这些来自投罗网 我觉得某个程度 这是比较聪明的做法 对对 其实台语经典的 世界经典的台语翻译 其实以前有很多前辈已经在做了 对那只是说他们以前的可能工具 不够不够不够齐全 对 然后就是比较少跟主流市场有接触 所以跟读者中间的沟通 其实没有办法那么的精准 对对 那像我们这样子做 其实我自己书做久了就知道说 你至少那个出版的水准 你要到一个程度以上 比如说我们现在做书 然后封面不能丑 对 封面丑掉你这个书就死一半了 对那你要怎么样做出好的封面 然后是可以用来诠释台语文的内容 用来承载台语文的文化 让更多人看到 这是我这几年希望可以继续努力的目标 是我觉得非常非常棒 我们也非常期待前卫有多更多更有趣的出版品出现 不过聊到这边我们再稍微休息一下 稍后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欢迎回到宝岛新故乡的节目当中 我是Amos 然后刚刚我们跟庆红聊到就是 那个在台语出版 我们会碰到的一些状况是什么 然后前卫的对应的策略是什么 不过相较之下 我觉得台语出版有他 其实我觉得那个台语出版已经很难了 但是现在出版业是不是也其实也还蛮难的 就对啊 一直在讲出版寒冬出版寒冬 寒冬很久呢 寒冬很久都不会解冻的感觉 但是又看见很多人还是台湾 目前还算是百花盛开的状态吧 是是是 对对对对 那你觉得现在出版社最大的挑战到底是什么 这个问题如果以我们社长的讲法 李文青先生他就会讲说 这就是台湾社会丢这个 就是瘟疫的意思 不读书形成一种扩散中的瘟疫 然后影响了大家的接收 接收资讯的这个习惯跟媒介 那我觉得这个说法其实 当然它是一个很具体的困境 可是它侧面其实也反映说 现在当代人的接收资讯的这个方式变多了 来源变多了 对就是光就阅读这件事情来说 我看手机上面的资讯算不算阅读 对或者是我听有声书算不算是一种阅读 就是接受资讯 这件事情它如果都是广义的阅读的话 那传统的出版品在书籍的这个部分 你要怎么因应这些挑战 对对对 我觉得这是一个现在当代的这个不要说出版业 应该说是内容产业要一起共同思考这个问题 对因为其实我有看到一份也看到一份数据 就是台湾的对于社群媒体 它的覆盖率是有到两千多万 所以就几乎是每个人都在使用社群媒体的状态之下 因为其实社群媒体还是还是很多还是字 我们把我们以脸书来说还是以字为主 当然会搭配图 我一直觉得说台湾大部分的人都有一个 你要叫他看字读字愿意 要花钱读字就会要想一下 对对对 一直都是这种状态 是 就接收讯息 对啊 每个台湾人都觉得我们要多接受讯息 所以很多社群媒体或YouTube 什么各式各样的方式 大家都很乐意去看 但是要花钱去买书 买一些字回来的时候 就好像在他们心里就有个砍 就过不去 就不知道为什么 就一直很想要当免费宅的感觉 是是是 我觉得这个是可能某种程度是人之常情 就是说我们在网络上面看到这么多免费资源的时候 你会开始思考说 好我白白都是这样的东西 我为什么要花钱 对那出版或内容产业在这个方面 你能不能去提出自己的价值 去说服读者愿意来消费你的东西 我觉得这是我们现在一直持续在跟我们的读者或内容消费者去沟通的事情 然后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 以前的阅读它可能很大程度是一种娱乐 可是现在我们的娱乐选项也变多了 就是说一本书你如果好假设350块400块 好它可以订Netflix一个月 对对或YouTube premium递下去 对对是那个钱是差不多的 可是你会觉得说好像会不会是别种娱乐形式感觉CP值比较高 对就是在娱乐这个部分其实它面对到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就是说就内容出版书籍这件事情本身 那上一个遇到这个问题的应该是音乐内容产业 对就是音乐可能出CD 然后音乐创作它可能很容易被盗版 对那再放在网路上面就马上就是被人家就听完了 可是它找到一个串流的方式 对我在这个串流平台上面 那大家透过订阅的方式 然后去收听他们就会有收入 那现在出CD某种程度也是一个比较象征性的东西 是为了演唱会吗 演唱会它比较像是周边 它比较不是就是你引力的本体 对对对那我觉得现在的出版业 刚好就是在这个转折的关键上 对它还是非常依靠纸张书本这个东西在变现 它还是主要商品 对对 这些这些会有一些难处 就是靠主张去变现 但是因为我有些朋友 他们就是始终的传统书本的支持者 就是他们我觉得他们有书本的恋物癖 反正他们就自始 他们适时抵抗电子书 对对对的确会有这个 这个这个就是阅读习惯上面的差异 对但是因为你刚才讲到那个 串流音乐的那个整个发展过程 其实那是一个很经典的一个行销案例 因为其实串流串流音乐 当当年也是走到一个 就是一个僵局 就是盗版的NP3跟正版的 跟正版的CD还在那边对抗 其实他已经把正版的CD搞得很惨了 可是他 可是正版的CD他们要 要把它转换成NP3 让变可复制的数位档案的时候 他们又有很大疑虑 所以一直在那边僵持不下 后来是苹果出来打破这个僵局 他们就把一首歌用0.99每 0.99每分的这个价格 然后去变成串流音乐去卖给大家 那其实0.99每分对于很多人来就是无痛消费 所以我就想说 那如果我们对应到今天的电子书 你觉得呢 我们可能在电子书的一些定价策略 有可能有更创新的想法 去突破那些免费载的新房 我觉得这个 其实我们在出版业也很常被问到这个问题 就是说为什么你电子书跟紫本书中间的定价 好像没有那么的有感让人产生感觉 而且我跟你讲 我常常就会买到那种 就是在折扣的时候 它的电子书比 就是实体书在折扣的时候 它的实体书比电子书还要便宜 是 对 好 那因为这个规则是这样子 通常因为现在我们出版业 还是以紫本书作为一个很主要的 主要的变现的商品 对 那电子书就是它虽然有在成长 可是这几年就 它还没有跟紫本产生就是所谓的黄金交叉 对 所以会变成是说 出版业到底要 要不要再另外投入这个 不知道未来会发展怎么样的电子书领域 因为你中间去转换 然后它其实就是另外一种不同的编辑思维了 等于是你会有多的成本在里面 对 那这个成本你制作电子书之后能不能回收 其实它会是个问题 那但是现在大家基本上都是 纸本书跟电子书发行同步了 基本上都并行了对所以可能大家对于电子书的未来 还是会有一点点信心 只是说不知道未来会变成怎样 那定价上面就是刚刚讲到 因为现在都是以资本书为主 那可能还是有一些 有一些这个出版社他会担心说 资本书会冲击到 电子书会冲击到资本书 所以定价不敢做到太大的差异化 可能就是现在大家常看到的可能是 电子书的定价是资本书的七折 对七折或再稍微降一点点这样子 对那很多人就会觉得说 那为什么电子书明明就没有就是后面的仓储成本 对发行成本是低的 对发行成本很低你也没有仓储成本 然后你也不用硬 为什么就是不能做出更有感的这个定价区间 对那我觉得原因是因为我刚刚讲到这件事 那事实上你如果要思考电子书的编辑的话 其实他跟资本书是一样的道理 他前期的编辑工作不会因为他是做电子的 然后就会比较简单 就是都是同样的做工 对那只是说现在的这个电子书的发展 他未来的市场还能够再成长到什么程度 其实目前大家还没有 就是你还很难去想象这件事情 因为至少今年的状况来看 他好像就是很多的平台慢慢加入了 那加入之后他会刺激电子书的生产 还是会就是一直平稳平稳的就是停在这里 现在大家其实也都有点今天很两难 那这一两年看起来 你觉得电子书有在成长吗 电子书成长很微幅 很微幅 微幅 就是他大概在目前的出版 出版图书的整个中产是大概5% 对对5% 那你要说出版业要再继续往里面投入吗 就是就这个5%的数据来说好像不是那么有信心的一个数 一个统计数据 对对对所以我们当然会希望说 大家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阅读的硬体或媒介 对可是最重要论述的是说在资讯这么爆炸的状况之下 我为什么要透过书 我为什么一定要买一本书才能够得到我需要的知识 对对那编辑的出版业本身的你怎么去论述你的内容是有价值的 是跟网路上面的这些资讯不一样的对我觉得这可能比较是根本的问题 对因为我觉得因为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人知道 就是自己在网路上看到那些资讯都是片段化的 那你真的只有透过书可以才比较获得系统性的知识 但我觉得这件事情对很多读者来说可能未必 对他可能会觉得我在网路上面看到一篇2000字的报道 2000字的长文 他可能觉得自己已经被喂爆了 对对他就学了九阴白骨爪就够了 不用学九阴真经 对对对或者是说大家现在接受的资讯方式就是图像式 片段式他已经没有办法去透过一本书的整个有架构的 有系统的整理然后去接收到这些内容 那甚至比如说以文学作品来说 也有很多人是觉得他如果有改编成电影改编成电视 我就是看影像就好了 我怎么要回去看原著 对或者是我在网路上面看人家就是十分钟讲解电影的 十分钟讲解书的这种说书影片就好啦 我透过别人帮我去吸收整理这些知识 我就可以得到这些东西 我就可以看完一本书了 但事实上真的是这样子吗 对对对 它其实是个有趣的问题 但是我觉得很妙的是因为刚刚讲到那个影视化的问题 但是其实我们又不能否认其实很多影视化的影视化之后 它的小说它其实是卖就反而卖的是非常非常好的 我觉得不太一定 真的是不一定因为通常小说或作品原作它跟经过改编 这中间它其实已经是两个不同的东西了 对就是你的小说有可能你写的很好可是被改烂了 改烂的那种也有了 对但也有可能就是你写的就还好一般般 可是可能导演编剧很喜欢 它在改编过程当中让它有超乎原本的表现 对那原本其实照理来说这两个东西已经是两个完全独立的一个商品了 只是说我们在改编的这件事情上面他们还是会有一定程度的关系 那只是我觉得到底改编这件事情会不会刺激到原本的销量 或是有助于原本的这个内容的扩散 我自己其实是觉得它是蛮看个案的 对而且不是所有的东西写完了之后出版了之后都有机会获得改编吗 对因为改编有它一定的难度吗 比如说你有的场景有的文本的内容就是很容易改编 或者说它把它改编之后不用花太多成本去建构的 有些小说你要把它改编之后 你就知道可能它小说描写的宫殿 你要盖一个宫殿 你要个鬼要做鬼的特效 这些就是你在写字的时候不会去思考到这些事情 对没错 那可是如果再进一步来说 那如果说隐私化你也觉得持一个保留的态度 那你觉得到底要怎么样 现在的出版产业到底还可以朝哪些方向去发展 其实出版产业做的事情蛮多的 就每一次就是在新闻上面 你看到很多出版业的比较负面的新闻的时候 对那就会有很多人出来发想一些点子 比如说你出版社啊或者是做这个书店啊 你们可以怎样怎样又怎样 可是我觉得有时候是大家做了没有就是很多事情已经做了 可是大家可能没有去参与 所以你不晓得这些事情已经发生 比如说书店最常会被建议的就是 你们可以去开开咖啡店啊做餐饮啊 其实现在很多独立书店他们都已经有餐饮 都已经有咖啡有饮料了 对那甚至他们可能作为地方创生的一个据点 他们在地方上面也透过这种跟出版社合作跟出版品合作的方式 去做读书会 或者是透过这种亲子共读去发展更多不同形式的活动 对那我觉得这些东西其实都是整个出版业从上游到下游 从出版社到书店这整个通路过程当中一直都在做的事情 那甚至像线上课程其实也有很多 对对对所以我会觉得大家对于出版业的这个一些建议 其实很多都已经行之有年 对那现在再下来就是说下一步还可以怎么做 我觉得这是大家很伤脑筋的事情 像有声书啊或者是这些更多的内容 你要怎么拿去其他地方应用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只是说也不是所有的出版社都可以做到这件事 对比如说我如果要去做有声书 那有声书它如果专业一点的话 可能就是另外一间专业的公司在做了 对像我们现在常常听到的有声书的平台 像静好听 对啊或者是说心子天下 它也有自己的有声书的这个平台等等 它其实都是需要另外一个很专业的这个领域来介入来参与 对那出版业它能不能媒合到更多的资源 去做这种内容转化的应用 对我觉得就是的确它是一个很严峻的考验 没错那我觉得现在包括我在内 其实有很多的编辑前辈同业 大家也都在思考怎么样把内容用更有趣的形式 然后用更大家能够接受的这个形式或平台 能够被大家所看到 对那我觉得真的现在已经做了很多了 那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还是说 大家愿不愿意为了这些设计过的内容去付费 是是这个就是我常常会跟我旁边那些免费宅 就是他们因为我常会买书 他们就想免费来跟我借 然后我们就很深切说 你为什么不自己去买一本 然后我就会教训他们说 钞票就是选票 你买了什么东西 就是表示你支持那个东西继续在台湾存在 在你的生活当中存在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理由 如果你只觉得这些小说这些书很好看 然后你不发觉是支持它的话 以后就没有这些好看的小说可以看了 对啊对啊 就你不能要马而好又要马而不吃草 对对对 那你有另外一句话也这样说 就是说免贤的最贵 就是你虽然当下是免费得到这些东西 可是背后它可能有一些 有一些 比如说你如何表达对于作者的支持 对你如何用最实际的行动 你不要说支持出版社 你就是单纯的去讨论读者跟作者中间的关系就好 对你不能说我好喜欢你的 可是我一本都没有买 他们去脸书按赞就表示他对那个作者的支持了 对这个说不过去啦 说不过去 对那当然我觉得过程当中还有很多 很多值得讨论的细项 比如说如果现在的纸本出版品也定价越来越高 它可能让读者却步 好那在假设这个问题要解决的话 出版社本身我们可能就要考虑怎么样在我内容呈现 然后跟定价 然后跟读者的消费习惯中间去做出一个抉择 或者寻找平衡点 对 对 然后再来就是还有那个 就是我为什么一直想问电子书 因为我们家就是书泛滥成灾 已经我买电子书某个程度是不得不的选择 因为我实在没有地方再摆这些书了 确实确实 对 那所以我们也希望说这些不同形式的变化 能够让喜欢看书的人能够更便利的去享受他们的阅读生活 对但电子书就是它的确有点门槛 就是说你可能阅读器 阅读器它本身就是一个你一定要有的东西 那当然你用手机或电脑搭配这个电子书平台的APP 那你当然也可以看 但不好看 对就是电子纸的那个阅读的感觉还是会有差 它是会有差 对 然后我们要碰到那个问题是那个每一家每一家电子书的硬体 它绑的书层其实都不太一样 对都不一样 对所以如果你要看到 如果你的书就是在散落在不同书层的话 你可能要买两三种不同的电子书的载体硬体 或者是你要用开放式的阅读器 对开放式阅读器 我跟他又碰到另外一个问题是 因为我们就喜欢看那个板面很舒服的那种 那种即便是电子纸也就像板面是排起来舒服的 可是那种开放式的那种电子书软体 电子书硬体 它的软体跟其实没有很匹配没有优化 它的那个排版永远是很丑的 对对对 丑到而且又让你无法调整的 对对对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整个 也在也在很多的难处之间 对我觉得这个就不是只有出版业本身的问题 就是说你要怎么样跟你的硬体去结合 然后你要提供更好的服务 然后你要怎么样在过程当中 你跟作者 然后跟你的读者一起去 大家我觉得这个出版内容产业的事情 其实不是只有作者跟出版社的事 而是读者你怎么样去思考 你要从什么样的管道 然后你要付出什么样的成本去得到 经过编辑是有品质的这些内容 我觉得读者应该也要参与在里面 是是是我们也希望说 不过我们聊了那么多 还是希望说大家就是多买书好不好 就是钞票就真的是选票 去支持你想要的生活 对对不然就是我们只能去找补助 对像我们现在做台语 台语书有声书真的没有补助做不出来 对那其实也是大家的税金 是是是是是 果然是免费的最贵 对真的免费的最贵没错 好了我们今天非常开心 邀请到那个郑庆红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跟我们聊了那么多 我们也希望说 就是在某一天 我们可以看到更多 更有趣的台语出版品 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我们就非常谢谢庆红了 谢谢大家 谢谢 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空中再见 拜拜 拜拜